近日杨迪坐车去录节目,保安欲给下车的他打伞防止淋雨,结果认错人给杨迪助理打伞。 杨迪本人从一旁会溜溜快跑进屋躲雨,一脸闷逼的表示,老我都认错了我不红吗? 杨迪还在节目中透露过自己的窘事,有次杨迪参加节目粉丝把受服分给路人大妈。 大妈在杨迪面前举着手服,喊着杨迪却没认出来杨迪本人。 粉丝甚至把受服寄给杨迪,让他自己帮忙带到现场发,真是又心疼又好笑。 随后当时保安回应称自己并没有接错,当时是因为想把他们一个一个接下来的。 只是迪哥比较随后不讲究,自己就跟着下来了,并表示上热搜让自己很尴尬,现在身边的人都在笑他。 有网友表示,原谅我无情地笑了,既心疼又想笑,说实话迪哥,助理那身打扮,的确更像明星啊。